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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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大家好! 这次我们来增加图片,以及练习If和When 网址在评论区,下载 导入可绘制对象 选择1到6的图片 默认即可 导入 导入了6张甩支的图片 添加图片视图 随便选择一张图片 设定Image View的宽度固定为160dp 高度固定为200dp 高度固定为200dp 接下来我们需要在按钮下方显示文本 当自出6显示Lucky Number 修改字体大小 删除文本 它的ID 在滚动甩姿方法里写代码 定义这张图片变量并且找到它 定义一个现运数字等于6 如果幸运数字6等于随机数字6 那么文本显示Lucky Number 运行看看 显示了Lucky Number 但是其他数字1到5还会显示 Else其他情况下 文本显示空白 达到预期效果 提示字符串文字无法翻译 改用Android资源 提示字符串文字无法翻译 Android Steel自动添加了Android资源 Android Steel自动添加了Android资源 Android Steel自动添加了Android Steel自动添加了 Android Steel自动添加了 Äôt 比较买 它的ID是ImageView 定义图片变数并且找到它 如果随机数字等于1 那么设置图片资源为 对应图片的位置 这个文件夹就是放图片的 它们的层级是一致的 我们运行看看 图片更改了 多行注释 相同的逻辑使用RAN能更加轻松表达 当 条件里面写随机数字的变数 当等于1时执行 复制 自制图片资源的位置 复制 复制 留一下这里的6 运行测试一下 呼叫 在程式式中出现6次 我们将它们提取出来 建立变数 建立变数 储存使用的资源 实比码 当建立变数后报错 RAN运算式必须完整 请新增必要的ELS分支版本 把6改成ELS即可 刪除这些重复的代码 刪除这些重复的代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